主題跟開頭 這是妳的開頭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軍地的一個作品集 然後其實這次我們就是有探訪了三四個家庭 然後我就是由探訪家庭的過程中 然後介紹他們每個家庭的可能家裡的狀況 然後來跟大家說一些這樣的故事 那第一個家庭是小翠的家 你還記得這個叫小翠就對了 這個戴著帽子的女孩就永遠都笑得非常燦爛的 他就叫做小翠 好這張是妳的小翠的照片 接下來下一張 然後這個是他們家後面的井水 那其實他們那邊 那就是他們的飲用水 做的飲用水一天 或他們每天生活的一天開始都是從這口井開始 因為他們要打水起來刷牙洗臉 然後煮菜然後洗衣服 通通都是由這個井水開始 然後就是那個就是他們在家裡掉衣服的狀況 然後還有這一張就是他們煮菜吃飯的狀況 因為其實我有跟著他們一起去過他們生活的一整天 然後有跟他們一起煮菜 那其實這樣台灣有瓦斯很方便 可是其實在那邊他們都要自己生活 有聽說妳自己有煮一個蝸牛大餐也是在這上面煮的嗎 就是在這邊煮的 聽說是Peter他們去抓的蝸牛 然後回來的時候然後再煮的 然後那個蝸牛是在哪裡抓 是在稻田裡面抓的 為什麼要抓蝸牛 是因為吃他們的糧食非常不足 對 所以他爸媽媽就說想要抓那個蝸牛起來是給小朋友當零食 我想問一下 蝸牛怎麼樣的膨潤啊 他們就是用一個鍋子然後放油 就把所有的蝸牛丟進去 然後吃在河上煮 就這麼簡單 然後Peter說很好吃耶 剛剛有偷偷問他 其實呢我覺得他們還蠻厲害的 因為那小朋友八歲嘛 對八歲然後呢 他們都會自己去 比如下課 我們台灣的小朋友八歲就可能去上電腦玩啊 打CS啊 或者是跟媽媽要玩具啊 但他們呢八歲就懂得去洗菜 然後去煮飯 然後因為我也有煮嘛 在我那個另外一個小朋友家文德 然後呢他是自己去洗米 自己煮飯自己洗青菜 然後呢自己去田裡面去幫他爸爸的忙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跟很多其他地方 小朋友落差很大 我們其他小朋友呢 都是一直去向父母親要東西 但是呢那邊的小朋友是給予父母親東西 就是解決他們的負擔 就是能夠加入家庭的分子 一起來共同為這個家庭打拼的意思 對不對 然後最後那一家是他的床 那床的 這是床鋪 這是床鋪啊 然後下面這裡 對然後我很喜歡這一張是因為 他們的牆其實就是他們的塗鴉板 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文具 跟他們的畫板去做一些創作 所以其實下一張會看到我們 就帶了很多的文具去給他們 就是可以看 好 這一個下一張就是這次 Peter跟我們的軍營兩個人 這個是爸爸 這是爸爸 爸爸手上拿的是蝸牛 就是那個就是蝸牛 對然後這個是我們拿那個精力的水打上來之後再洗菜 然後還有 這個是我們就是去他們家之後 我們有拿就是帶一些文具啊畫畫的東西去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畫得很開心 然後這個是媽媽 然後我覺得媽媽很可愛 所以他比的是耶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 我們去我們都一直跟他說耶 然後他要拍照的時候 就說耶 所以後來我們只要拿起相機 媽媽就會不耶 我目前發現到你所拍攝的照片到現在 每一個笑容都是你說的 那麼的燦爛 是你喜歡的那種笑容 對 而且我要提一下是因為 這個家庭他們其實已經受了獎王會的資助大概七年八年左右 那一開始他們家裡並沒有倒田 所以他們是要到山上去果根 然後待會後面的家庭就是還沒有受到資助 就是資助的家庭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個落差 那所以我會覺得我自己印象很像是這一家爸爸 而且自己能夠不太適合 那是同時我們會覺得自己沒有 沒有,不過這朋友